后来我就要讲这个标题的命名 这个标题 因为很多人做图 他没有标这个图表的名称 他就会放一个什么值依据月语日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他这张图的标题在这里 标题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做资料标签 还有那个是上面要不要标出数字 好 我是不喜欢标这个数字 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欢 你看我游标移过去 他是不是会告诉我数字 可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上面看到数字 好 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标题 请把标题打开 因为这个标题现在叫值依据月语日 所以我觉得不好看 所以我会把它改成 因为我的X轴的主标签名称 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它拿出来使用 例如说这边叫做个月 因为我的先叙迅速X轴再叙迅速Y轴 好 例如说我的Y轴是多少 是进口值 对不对 进口总值 个月进口总值 数量金额 或者是进口总金额 而且它的计算的单位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会刻意写在那个图表标签名称 对不对 因为我X轴Y轴的那个标签已经被我拿掉 我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在那个标题上面呈现 你们可以理解吗 因为这个标题不能删掉 标题是最重要的 好了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最近这三年 所以我这边可能会写说 近年 或者近三年 最后看你是要加什么 折线图 还是分析 随便统计 好 例如说统计核 然后我会把这个标题放到中间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一致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标题我一定会描述到X轴跟Y轴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图表才这个标题才存在有它的价值 那相对的这个图例我就会放到至中 标题我也会至中 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好看 这只是为了好不好看 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做出来是有这种一致性 那这个图例呢 我就会射到至中 再来 再来 那位置叫正上方 好了 那我不是每一个都设 因为我觉得这每一张 你都必须要自己花时间来去设定 好 接下来